今天禮拜一的第一小时 办公室同乐会 我们非常实际的 今天不来聊你的心情了 不来讲什么 办公室的职场生存数 我们直接讲的就是 非常的现实 跟你每天能够赚进 多少钱到你的荷包里面 有非常直接关系的就是 每次都一直说 你只靠死薪水是无法翻身的 所以要投资 可是大家看看最近这个股市 我跟你讲最近真的很多人心仰难耐 有些人一辈子没买股票的钱 真的都买了 然后买了之后就跌了 就开始非常的恐慌 那当然我们的投资工具 有非常多种 那选择权我相信是 大家近几年来一直听到的一个东西 可是感觉上是不是比股市还难操作 有些人怎样这样觉得 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这位呢 靠着 是靠着选择权吗 不是吧 股票也有啦 就是股票期货选择权其实都有 都有对不对 反正就是一个非常喜欢赚钱 也非常爱赚钱 爱钱 可是他才29岁 非常年轻的一位 算是投资达人啦 对那我们请他到现场 因为最近他出了一本书 就是叫做小资族的选择权加薪数 到底我们真的是薪水一个月两三万薪水的人 真的能够靠选择权来为自己存一点钱吗 我们今天就好好来请教他 让我们欢迎S荣耀投资学院创办人 同时也是S本人对不对 嗯没错 洪俊瑞欢迎S 谢谢谢谢同学院 好那这个是你的新书 是时报出版的小资族的选择权加薪数 不需要不再需要高额本金 2500元就可以开启人生的第一笔投资 好那S你先来介绍一下自己 你就是2500元开启人生的第一笔投资吗 呃其实我是比较高的 因为我第一个玩的其实是期货 我是从期货开始玩 你好可怕喔 怎么会这样人家应该都是比如说从 股票 基金 对基金股票 通常都从基金开始 我自己是这样啦 基金开始 然后基金赚了一点钱觉得好像还不错就投资股票 那我的投资路就到此为止了 因为我股票就 大赔特赔这样 然后我就觉得 从此以后我就任命觉得 自己的人生呢就是有些人就是适合投资 有些人就是适合做牛做马赚钱 我就是属于 后者 做牛做马赚钱 但是如果真的就是 一般基金 股票 股票玩完之后才会想到再去玩一些其他的衍生性商品 对不对 例如像期货 像选择权 你怎么会从期货开始啊 其实 因为我早期我就是 在银行出来的 所以我对金融商品是熟的 我是银行出身的 所以你自己本身就是学金融的吗 我本身不是学金融 但我很爱 就是 金融投资的东西 所以这是我 课外自己会去研究的东西 对 因为我以前就是 我有一个对我蛮重要的前辈 他就告诉我说 因为我是很平凡家庭的出生 我不是什么富二代 然后 他告诉我你要翻身 你只有这辈子人要翻身 只有两个工作 第一个是你自己当老板 对 第一个就是学投资 他就这样告诉我 所以我现在自己当老板也自己学投资 不过我觉得很棒 因为你先学 你先投资 对我先学了投资 然后学了东西之后呢 自己当老板教大家怎么投资 对 就是开创学院这样子 好那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我先简介一下 然后你再帮我补充好不好 好啊没问题 S彭俊睿他今年现在29岁 他是29吗 还是今年要 今年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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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的厉害 人家 这个 还不到 不知道30岁的时候 我们已经 我们有做这么好的投资吗 这是没有吗 我这辈子都没有了 投资交易圈最年轻的讲师 曾经被网罗加入算牌团队 算牌 投资可以算牌 然后呢 却在手边有些积蓄时 贸然投入了股票期货的操作 错误的投资方式让他短短三个月 赔光了所有的积蓄 我们最喜欢听人家失败的故事 赶快讲一下 没问题 其实我跟大部分的散户没有什么差别 对就是早期在接触投资的时候就是 我那时候也是有参加就是大家耳熟那项投雇 就是投雇的那种什么会员 然后老师会带你进出 所以那时候就缴了很多会费 然后就是 就是靠正职的工作存了一笔钱 然后就进场投资 然后当然就是 当然 包含听老师报名牌 听周遭的朋友报名牌 然后包含自己研究 有什么K线图啊有没有的什么指标交易的这些东西 就是下去都做过一遍 但是全部都赔钱 对那我觉得就是 你说赔 短短三个月赔光所有积蓄 是在这个地方吗 大概大概在这个时候 那到底是赔了多少钱 其实那时候前年多后才赔了一百多万而已 一百多万 可是差不多因为 我的第一桶金 也是这样赔掉的 对就是一百多万 其实一百多万期货很快 而且我那时候不懂 我那时候真的不懂 我第一次下去玩期货的时候就是 一般我们讲的大台 其实很多赏户应该是从小台 小台开始玩嘛 但是我那时候下去交易的时候就直接可能是 30万40万的 期货的部位下去做交易 所以就赔超快的 我是2008的时候 2008就海啸的时候 因为我是在高点的时候进场 然后一进场就金融海啸就崩盘 根本 然后也不懂就来不及跑 就是股票的时候啦 对那时候还蛮多人受伤 对受伤惨重 然后就再也没有 但是就再也没有勇气 再爬起来再投入 因为 哎呀对于我们薪水 你看那时候一个月薪水三万块的时候 三四万块的时候 对那好不容易存 存了一些钱 然后你就会觉得哇这个真的太 太痛苦了 你好不容易存了人生一个100万 然后就 就被投资给赔光 那真的是 太可怕了 还好说我们年轻还可以再赚 但是重点就是 会有两种状况 一种就是像我一样 我就这辈子也不要碰它了 但是你没有 对不对 你虽然赔掉了100多万 可是你还敢继续 你怎么那么厉害 就是我的个性是 蛮不服输的 而且我觉得我还算是 就是我还算是真的蛮喜欢这个东西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很喜欢 统计 然后分析 然后数字 逻辑 对所以我才会 之前有一阵子是被找入算牌团的 什么叫算牌团呢 就是一般大家以前有看过那个 决战21点的这部电影 有啊 就是去算21点的那个算牌 对 好厉害喔 所以你就是要记牌 然后要算牌 要去记所有的 可是人家是真的 拿这个当职业 对啊那时候就是 有一阵子就是在研究 真的喔 好厉害 对 所以你后来 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什么样的转机 你说 就是在你头 短短三个月就培光所有积需 之后 你还是继续投资 但是你换了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吗 其实后来是 这个在书中有提到 就是后来真的是 我觉得人就是会遇到一些贵人 我是在 就是一连串的失败之后 然后我就就遇到了一个 蛮关键的贵人 他其实就是 他是一个长辈 然后默默无名的那种 在咖啡厅 然后他玩了起窩交易 应该已经 他跟我说他应该玩了30到40年有了 喔真的喔 对晚了30年到40年 就反正就是很久 然后我就去跟他请教说 那这个起窩交易要怎么做 然后他就开始教我就是 一般最早期我们交易人在看传统K线的一门 这种 K线的技术 那我就开始把我以前学的所有东西 然后包含现代这种科学的交易的一些方式 数据的方式去 累积他传统过去的经验 然后慢慢的去做一个融合跟交叉比对 然后后来变成我现在的 一种交易的模式然后跟交易的习惯 最近蛮多人都坐在那边早上在做投资 而且高手在民间 都在做投资 所以你看我们就是没有去跟人家搭讪 你那时候就去跟人家搭讪是吗 没有那时候是朋友介绍 这还蛮有意思的好那总之有一位贵人就开启了你的正确投资之路 对 那除了帮助你投资有道之外 最后你还创办了 这个Ace荣耀投资学院 然后呢 在这本书里面 小资族的选择权加新数 先来讲他会不会很难难到一般人如果我今天真的是新手我对投资完全没兴趣我只看到小资权 小资族 然后看到加新数我就想要把它买回去看的话 对 看得懂吗 看得懂 确定 确定 确定看得懂 对因为我真的是用超级超级简单的方式 你知道你们的简单跟我们的那个理解其实是有一段落差 我知道 其实讲白一点就是我我里面真的是用了非常浅显易懂的方式 那大家可以就是用 就是金融男就男在说他在解释的时候是用文言文的方式去解释 所以我在里面是用了很多庇域的方式去教大家说其实选择权的观念是什么 那虽然我是往期货出身的但是因为我太年轻了我身边的朋友都是跟我一样就是 都是 就是2829 那我觉得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会遇到一个 问题就是他没有这么多的钱出来做投资 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年 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的政府开始推广所谓零股交易 就是希望我们年轻一辈的年轻人都可以参与这个市场因为去年的市场真的是 非常好 非常好那这样就很可惜我因为我没有钱 我没有 我没有钱去参与这个市场我就错过这个机会其实是很可惜的 所以我就开始希望说 我从选择权的一个正确的观念去跟大家分享 因为大部分人听到选择权应该还是觉得说 哇这很恐怖 奇惠选择权 就是 很常听到有人输要跳楼要卖房要卖车 因为因为之前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仪小博大 为什么我讲这个是因为其实我们在新闻工作做比较久的时间 在前些年在推广选择权的时候呢都会用仪小博大 可是这两年呢就不要就不希望我们用仪小博大这个字 如果他们来找我们说希望我们帮忙协助推广的时候就说 不要提仪小博大 就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 的感觉这样子 就是赌博的感觉就是要避免 那就说那我说那要讲什么 他说你要讲杠杆原理 就是杠杆原理 就是长短杠杆 怎么样用这个短 虽然短这个力矩 然后你就还是一样可以 创造很大的这个力道 那我们就先来把选择权这个东西 简单的解释一下好了 到底什么叫选择权 其实选择权就是一种 原本标的物的衍生性商品 那他跟原本一般我们在买卖 就是大家最常知道就是股票 那股票是不是我们就是买进 然后 高价的时候卖出 赚的是中间价差的利润 那 选择权只是多了一个买进跟卖出的权利 然后还有买方跟卖方 这个是 一般人在接触选择权最难懂的 最难懂的 也就是说 在买进 买进的这件行为是看涨 可是看涨的这过程中 我可以是 我当买方我是支持看涨 跟我当卖方 我是看涨的 也就是看不涨的 然后 卖权就是看涨 所以我是可以放空的 那在卖权里面我也有买方跟卖方 就是 买权跟卖权同时里面都有两个角色 那 期货跟选择权最不一样的就是 他一定是所谓的零和游戏 有人当买方 就要有人当卖方 所以如果市场上有一个人赢钱 就会有一个人赔钱 这是很残酷的事情 可是股票不是嘛 股票是不是我借钱给公司 然后他去投资 所以不会有输赢的关系 对 所以 这是选择权跟 一般我们在买股票最不一样的地方 在这边 但是我会认为说 就算你是买股票 就是投资观众 你们就算是买股票的股民 也至少一定要懂一下 期货跟选择权的观点 因为 很简单的是 有时候 我们股票都知道 到1.45分就收盘了嘛 然后再到隔天早上才开盘 可是晚上如果有 期货跟选择权是有电子盘交易的 也就是说晚上他是可以交易的 对 如果今天晚上美国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要怎么办 你明天股票是不是只能等死 对 所以 我会觉得说 其实你有期货跟选择权的概念的时候 不是说你一定要用 期货跟选择权去做你的主要的交易的部位 而是说 你懂期货选择权的观念 如果美国今天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是不是 我在晚上的时候我可以先进场 放空的部位 去保护我明天限股的部位 对 这在我们 专业投资人的观念 这叫一个避险的动作 对 就是 你可以有更好的 方法跟工具去 让你的投资部位 更加完整 那这个意思是说 等于是好几个不同的 就等于说你有几个不同的投资项 的管道 对 而不是只有坐以待币 也就是说 鸡蛋不是放在 全部放在股市里面 可以放一些在其他地方 而这些地方 他刚刚好 他的操作模式是可以去 Balance 你的股票 对因为 因为你可以看 你可以卖空他 是这个意思吗 没错 因为我不是一个就是说 我是期货选择权老师 我就是一定鼓励我的学生 就是玩期货选择权 我觉得投资本来就是 各个工具有它的好处跟坏处 那我们 懂得东西多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在 面对磐室的各种状况的时候 去做更好的应对 对啊 这是我们追求的 好 所以刚刚其实你讲到的就是 已经是你认为在 现在后疫情时代 选择权会开始 慢慢越来越多人 选择他的 趋势之一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 工具选项很多 不分白天黑夜都能做 都能做 好可怕啊 那如果真的沉迷在其中的话 那就你白天黑夜 通通都在做 你都没有在睡觉 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当然是 第一个 你看好他的一个 然后也 建议 小资组可以进来的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他投入的资金最少 就像你书上的这个 大大的标题下面写的 2500块就可以 开启你人生的 第一笔投资 对他会 他的门槛很低 是吗 对他的门槛很低 恩恩恩 因为 我们现在在书中最主要介绍 是在选择群里面有一种 交易策略的组合单 这个组合单是一买一卖 同时一买一卖 就是多空 我们俗称叫多空对锁的锁 去赚取 中间的价差利润 所以 这样的组合单在我们 齐交所的 规定里面 这个样子的一个成本就是 2500元 恩 最少 最少 那 其实2500元对于 像我们很多 我自己的学生 很多都是大学生 他靠打工赚的钱 他可以每个月 多赚个 可能1000块 2000块 3000块 其实对自己的 呃 帮助跟 感觉都很大 然后等到他操作慢慢熟练的时候 他再去 慢慢的加多 加多自己的部位 因为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很写实的问题是 呃 可能散户都知道说 老师告诉我要分批买进 分批卖出 恩 那我们都要选好的极油股去做一个投资 可是讲白一点 买两张台西店就100万了 就是你怎么样去做分批买进跟买出 对啊 就没办法 那现在年轻人 其实之前有一个新闻的标题是 现在大部分年轻人账户要有10万都很难了 何况是100万我要去做投资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样子等于说对于真正需要钱的人来讲是不公平的 因为 我需要靠投资赚钱的人 去贴补我的家用的这些人才是真正需要钱的人 但是他拿不出那个本金 你想想看今天如果有三五百万出来可以做股票的人 他缺钱吗 他其实 不需要 应该没有到很缺钱我认为 而反而是在50万投资金额以下的这些 散户投资人他更缺钱 可是更缺钱的人反而更难做好交易 这件事情是 很模糊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 呃 散户其实在市场上市场中很难赚钱 就是因为他已经立足在不好的 不好的利基点 那 今天2500元这件事情上就是 让你手上的资金更有弹性的去运用 你不是说 我一定要50万100万我才能做一个好投资 今天我有10万块 但是本金一组是2500元的时候 我也可以做一个分批加码买进跟卖出的动作 然后更好完善的去运用自己交易资金的部位 对对对 好所以应该是说他的 他的 门槛很低 这也是一直在跟大家 说如果你的 这个钱不是很多 的话 你可以做这样子的 处理 但是当然 这个听起来是比 投资股票或买基金更困难一些 就他的 门槛算低 可是我觉得技术面好像更高一些 前面入场的知识的 需要摄取的知识量比较大一点 可是一旦学好之后他就是非常简单 对因为散户 散户很难去看知道说我的标的 看准 我什么时候买进什么时候买出 这很难嘛 因为如果看得准你就不是散户了 可是在选择权里面 他有一个观念是 即便他涨 他是可是他没有涨到你要的价格 我还是会赚钱 对所以他其实是我可以接受 我的位置算是算是放空的看空的 可是如果今天指数在涨的过程中 他没有涨到你设定的标准点的时候 你还是会赚钱 也就是说 违涨 盘整 跟直接下跌的三种状况 你都有机会赚钱 那你是不是在 你是不是就掌握了更多 更多你的赢面 那你的胜率就会变大 所以我们其实去追求的就是 胜率变大这件事情 对啊 所以在S里面他 书里面其实 讲的东西 当然 你要先知道选择权跟其他的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再来 其实在选择权的几个优势 第一个 当然就是你说的 小笔资金也能够操作 你现在的学生 你说很多都大学生吗 他们大概都放多少钱 在 做选择权的交易 其实大部分大学生 到 四五十岁都有 那大部分 我会建议说大家 其实我都会建议说大家新手先从 五万块十万块开始做就可以了 真的不需要高额的本金 那等到你做了 很稳定很稳定的时候 你再开始 慢慢的去加大自己的部位 因为 我会跟大家讲 分享一个观念是 就是期货跟选择权在我们的观念里 他都是杠杆很高的金融投资商品 对啊 就是因为他杠杆高 所以我相对 我要追求的其实是保险这件事情 即便我在追求保险的过程中 他的获利报酬还是很惊人的 因为他本身的杠杆就高 所以不是因为说他的 他的杠杆高 我们就一定要进去输赢 还是要进去赚个几百%这种 而我们比较相反的观念是 我追求更稳定 然后胜率更高的 的交易的方式 但是因为 期货跟选择权他杠杆本身又高 所以 他出来的绩效还会是 还是会是比一般股票来的漂亮 真的吗 但是同样的他 如果你操作不当的话 他一样也是 就是 像股票 我知道就是你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涨幅的 涨幅度的限制 可是选择权是没有的 对 所以这就是在这个 我这本书要去跟大家讲的观念 在这个交易的策略 分享交易策略里面 他也是有 涨跌幅的限制 也就是 他有赚钱的限制跟亏钱的限制 对 所以这选择权的这个策略单今天组进去以后 即便今天明天台湾的 股市跌到零 他最多 赔不会赔超过2500元 也就是 期货跟选择权 大家最怕的其实是 追缴保证金这件事情 没有啊2500就是你的本金啦 对啊 就是不会赔超过 那那那一般来说也不会赔超过 除非你去融资啊 啊 期货跟选择权是会赔超过的 会赔超过 期货会 对对 那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你不是 所以不是只有赔光就算了 哦对 会追缴保证 但是你可以做 自己的限 限 你刚刚那你刚说的这个东西是你要做自己的投资策略的组合 对组合 你可以就是 做限制 对可以做限制 自己做限制 哦这个这个其实就是最主要大家不敢玩期货跟选择权的原因 因为他的赔是无上限 他的赔可以是无上限 对啊 就是 他是可以超越你本金的 你明天是要被嘴角保证金的 嗯 这就是大家害怕期货跟选择权的原因 可是今天 当他跟股票一样 他只是最多 比方说你股票100块买进去 最多就赔完100 嗯 那是不是你心里会比较踏实一点 那如果这样的话对很多人来说 那这跟股票有什么不一样 他原本 以前讲的一小博大 就是为了是我可以追求更高的获利嘛 对不对 那有什么不一样 可是高获利 是不是也伴随着高风险 可是 选择权不是本来就是这样的东西 期货也不是本来就是这样的东西吗 没错 所以我们今天 你等于只是说你把选择权做成像 做股票一样嘛 对 当然概念上还是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就是 我希望在这本书先追求的是稳定 然后一个好的报酬 那顶多只能讲说 我这样讲啦 就是说 你至少在初步 初阶的时候 你不要冒这么大的风险 教你了解这个东西 你自己做一些设定 对 但是 虽然感觉是跟股票市场 比较商上的玩法 但是你至少买得起 对 股票你买不起 没错 好大概是这样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再聊 在这个投资里面 大家也都是玩家 你就看你的功力如何 你的心脏够不够大科 但是 呃 技术跟操作策略非常的重要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S荣耀投资学院的创办人 S彭俊瑞 本人 呃刚刚讲到选择权的几个优势 其实有两个 嗯 你也想特别跟大家分享 对 呃最主要就是 呃他只要研究大盘的方向 因为一般像你之前在玩 有投资过个股的人 应该都大概知道说 其实 呃我投资一家公司的个股 我需要研究这家公司的产业的 呃远景 然后趋势 财报 然后各种报表 跟数字 那 再者最重要就是 你研究这么多 你还不一定准原因 是因为台湾的个股 其实 蛮容易被一些法人 给炒作 嗯 对跟 控盘 那其实这就是散户他没有这么大的资金去对抗的时候 这是他很难做的原因 除非你是 呃爆仓线 而且是爆很长线 才比较有赢的机会 那呃 呃你每天上班都这么累了 回到家都这么晚了 那你还要需要去做很多的 呃投资研究功课 其实对于 投资人来讲是 很累神 很 商神的事情 那 我们做期货的标的的话 就是针对台湾的教权指数 大盘 对大盘 那 所以你就只要看大盘指数 你觉得他是怎么走 而不用去看个股 对你只要看大盘就好 那研究大盘有什么好处呢 一个是 呃他比较去真实的去反映现在台湾的状况 那第二个状况是因为 台湾的 呃大盘 他的 资金为纳量比较大 你想想看 呃今天台湾的指数的个股跟 台湾整个大盘 两边的资金量是不一样 所以他能被操控的 几率就相对小很多 嗯 但是台湾由于他是家群指数嘛 所以我们只要捏住台积电 还是可以控盘 嗯 可是 可是我觉得资金量大 至少他能被 他能被操控的 呃 因子小了一点 我觉得 这样子做下来会比较客观 对 比较客观 好 那 S最近出了一本书 还有另外一位作者叫许湘婷 对 那应该都是你们的讲师 对 对 那 小资族的选择全加薪数 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因为他保证 你就像我一样白痴 你还是可以看得懂的 对 最后你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说 呃 就是 跟这些做这些投资要上谈恋爱 怎么说 呃 其实大部分的人会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 谈恋爱最怕的遇到 就是太过于执着跟不敢 对不对 如果你太过于执着跟不敢的时候 其实 比方说在遇到你需要 因为我们都想不合 我们就分开好去好散 然后去寻找新的 对 所以 如果你遇到不敢的事情 你就要单机立断 你不要不敢 太过执着跟不敢 不要跟投资商品谈恋爱啦 赚钱不懂停利这件事情 亏损不懂停损 就 就不会有好结果 对没错 好非常谢谢 谢谢 好谢谢大家